6月12中节动物宝宝们怎么度过呢 我们到广州一家动物幼儿园看一看 来到幼儿园 首先见到的是乌拉和嬷嬷 他们是来自阿拉伯 沸沸家族的一对姐弟 他们的妈妈由于奶水不够 加上小沸沸出生后不小心擦伤了 需要人工育幼 两姐弟才入读这所动物幼儿园 你跟他熟的话 他就会不会抓你 他最多都会在你手上 如果你跟他不熟 他就会抓你啊 咬你啊 你靠近他就会害怕 就马上就会走开 两姐弟一个六个月大 一个三个月大 姐姐乌拉已经逐渐展现 擅攀爬的技能 十分可爱好动 他等他大一点啊 就会对外面很好奇 就会爬直去 他很难找到的 如果他出去的话 像我们园区里面 树林比较多一点嘛 所以我们会一直看着他 相比之下 隔壁班的淡鼠兄弟就文静多了 是老师最宠爱的乖学生 此外 幼儿园里还有小白虎 孟加拉虎和非洲虎等 很快 这些小朋友们 就会长大 跟大家见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